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近年来,花莲有机农业是蓬勃的发展 在这种面积更是贯于全台 花莲县政府109年度基于产销班表扬交流大会 今年首度移私到南区的瑞瑞天河饭店来办理 面对西部地区因为干旱缺水而实施停耕 县长徐真卫表示 东部得天独厚的天然条件 农民必须要承载台湾粮食作物安全 维护国人身体健康的重则使命 获奖的不论是产销班还是个人 县政府都逐一邀请上台接受颁奖 高规格的表扬令农民深感荣耀 现场与会的各级长官更是给予高度肯定 瑞瑞香农会赞不赞 农民朋友棒不棒 恭喜 谢谢你们的付出 谢谢 花莲县总共有190班农业产销班 单元人数高达3500多人 农政单位也透过严格的评选制度 选拔极优的农业产销班 而今年度共有75个产销班获奖 成为花莲最优质的农业尖兵 而其中更有许多返乡青农崛起接棒 也看见花莲农业发展的新奇迹 没有你们就没有他们 谢谢一棒接一棒 棒棒是强棒 花莲在不在 在 花莲棒不棒 所有的农民朋友谢谢大家 齐心努力为我们花莲最有机农业品牌 已经擦亮了金字招牌 历届都在北区办理的 既有产销班表扬交流大会 今年度首度移师到南区瑞瑞天河办店办理 让花莲农业兼备受尊荣 而面对西部地区因干旱缺水将实时停灌 县长许正位表示 东部得天独厚势必将承载台湾粮食作物安全 维护国人健康的使命 花莲县我们不得不承载起 台湾粮食作物安全 以及维护到国人身体健康 很重要的责任和使命 这也是正位不断的希望 我们的所有的农友 真的我们的金字招牌打出来了 我们要好上加好 所以农业处会来 会跟我们的农会 还有我们所有的产销班 大家一起来努力 让我们的农业的技术 更加更加的精进 尤其花莲近几年 有机农业蓬勃发展 载重面积及产值 更是全台首屈一指 面对极端气候 天灾病害的挑战 县政府也结合农改厂 农粮署等各农政单位 全力提供农民各项防治 与生产技术制裁的协助等等 成为花莲农业大县最有力的后盾 让花莲农民安心放心更安全地从农生产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